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正式开始这节课内容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依然是围绕着我们函数来进行的 我们函数呢,可以说是我们Path里面呢 最具有灵活性的一种基本的结构单元 所以说呢,我们呢,还是要在这个上面呢,多想一些功夫 好,那我们呢,新建一个C5.py能化文件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重要的内容呢 是要来讲这样的一个函数的参数 好,那么在Path里面呢,函数的参数 并不仅仅呢,是只有我们之前呢 在讲这样的一个,看一下,在讲C2这个模块的时候 所列举的最简单的这种 那么实际上来说的话,这一种参数呢 在Path里面呢,被称为这样的一个必须参数 这个呢,是参数的第一种 我们要介绍的类型,必须参数 好,第一种参数类型,必须参数 好,那么这个必须参数 作为参数的最基本的一种呢 我们呢,是可以参照这样一个ADT函数 看一下,必须参数顾名思义 最基本的特性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函数的参数列表里面啊 所定义的这样的一些参数呢 是必须要传递的啊 如果你不传递的话,那么呢,是会报错的 比如说呢,我们第一个两个参数XY 那么我们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啊 就必须给这个函数的X和Y分别去做这样的一个复取 如果你两个参数都不复取啊 或者是说呢,你只给其中的一个X复取的话呢 那么呢,我们的Path里面的编辑器呢 是会报错的,因为呢,它违反了必须参数的必须这样的规则 好,那么必须参数呢,我们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了 然后这里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函数里面参数的一个基本概念啊 这个基本的概念呢,并不是Path上所独有的 它呢,具有一种啊,通用性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定义这个函数的时候 在这个参数列表里面呢,给了XY 那么此时的这个XY呢,我们呢,可以把它叫做啊 这是什么呢,叫做形参,形式参数 好,简称呢,形参 这个概念是大家所知道啊 那么既然有这个形式参数 相对应的呢,就有这样一个实际参数 好,我们看一下实际参数 实际参数呢,是指啊 在函数调用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啊 注意啊,它不是在定义的过程中 而是在调用的过程中呢 我们呢,往这个 函数的参数列表里面所传递的 参数的实际的取值 比如说呢,我们在调用ADD的时候啊 我们传递了1和2啊 那么1和2呢,就叫做啊 实际参数 简称什么呢? 简称实参啊 好,那么这个呢,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小小的 关于编程里面的一个就是点 你像这样的一些啊 有关形参和实参呢 可能啊,我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呢 不需要啊 真正的去知道这样的一个定义和概念 那现在假如说呢,你作为一个程序员啊 和别人在交流的时候啊 我说呢,如果别人说到这个形参实参 你要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啊 这个呢,是一个视野的问题 好,所以说呢,我在讲课的过程中啊 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呢 我能提到的呢,我都会尽量的给大家来讲一下啊 好,然后呢,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C5这里来啊 我们现在呢,来学习 它是函数参数的第二种啊,类型 好,那么参数的第二种啊 类型呢,我们把它称作啊 关键字参数 我们呢,还是拿我们最简单的这样一个实例来区别 好,还是拿这个APP函数来注意 那么呢,对于我们必须参数来讲的话呢 X和Y,它在调用的时候呢 讲究的是有一个顺序的 第一个传入的时差呢,一定是X的值 而第二个传入的时差呢,一定是Y的值 那我们现在考虑一下啊 如果我想第一个传数传Y 第二个传数传X,可以吗 好,Python里面,利用关键字参数的这样一个特性呢 就可以让你不用考虑 这样的一个函数参数的一个顺序 你呢,可以任意指定这样一个参数的顺序 从而实现函数的调用 好,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呢,我定义了这个ADD函数之后 我来调用它 我呢,用一个边量C来记录 调用ADD的结果 好,ADD 那么我们看一下怎么用关键字参数 来调用ADD函数 好,我们可以指名Y等于这样一个3 X等2 好,这个呢,就是关键字参数 关键字参数的形式 换一句话说啊 关键字参数呢,可以让你在做函数调用的时候 明确告诉Python 你所复制的这个10参啊 到底是给哪个行参来复制的 换一句话说呢,关键字参数可以让你在调用参数的时候啊 明确指定你所给的这样的一个参数值到底是给哪个 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呢,在我们的这个调用实力里面啊 我们呢,就明确的把10参3呢 复制的给了这样一个形参Y 然后呢,把10参2呢 复制给了这样一个形参X 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是 我们没有考虑XY的顺序 我们是先把这个Y的这样的一个复制呢 放在第一位 然后呢,把X的复制呢放在第二位 好,那么我们很多同学呢可能会问 那么这个关键字参数有什么意义呢? 它并没有改变我们这个函数的行为 也没有给我们函数添加什么强大的功能 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啊 还是在于什么呢? 还是在于方便 还是在于我所强调的这样一个代码的可读性啊 哎,有时候呢,我们在阅读别人圆码的时候啊 比如说别人呢,在这里面传入了一个3和一个2 如果你不熟悉它的这个函数第一的话呢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3是什么,2是什么这个 但是呢,如果啊,我们能够啊 给这两个10参呢,有一个标注性的功能 这个XY不是很明显啊 我们可以拿我们之前呢,有一个例子啊 看一下那个,我觉得那个scale的这个地方啊 哎,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在调用的时候啊 可以明确的啊,指出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我在这里调用的时候呢 给到一个scale1等于多少 然后scale2等于多少 哎,这样的话呢,我们一眼就知道 这个函数的这个,我们传这个使餐的意义啊 这个呢,我觉得呢,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大大的啊,提高我们阅读代码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理解能力啊 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关键字参数呢 它呢,它呢,也是很方便的 它不需要我们强制去记忆啊,这样的一个 参数的一个顺序 不需要按照一个固定的顺序来传啊 你们可以任意的调换啊 这样的一个使餐传递的顺序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 像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参数呢,我们很多同学呢 也会用啊,但是呢,我是希望大家 用是用,但是你要理解,什么时候适合用 我觉得这一点呢,对于学习Python来说的话呢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Python呢 是真的是非常的灵活啊 它本身来说的话呢,动态的语言呢 它就是非常的灵活的 再加上我们Python的语法的支持 让这本语言呢,显得就更加的灵活多变了 好,那么从我们的这个示例 我们呢,也可以看出 关键字参数和必须参数的区别 在于函数的调用上面 Y是等于3的 X和4等于2的 它们的区别呢,在于函数的调用上 而不在于函数的定义上 这一点呢,是大家呢,要记住的 因为呢,这两种参数的定义呢 都是同样的一种 函数定义的方式 但是呢,只是在调用的时候有所不同啊 后面我们在学习 还要学习其他的参数类型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其他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参数呢 它在定义上面 和我们的这个必须参数和关键性参数呢 也是有所不同的 好,那么最后一点大家要注意的是 如果我现在呢,是传一个参数 X等于2 大家觉得呢,PyS会报错吗? 会报错啊,我们直接看一下 PyS5.py 它的这个提示呢就是 我们缺少了一个必须的这样的一个参数Y 我们是传了X 因为呢,我们说了只是在调用 调用上面是有所不同 但是呢,关键的参数呢 还是必须要满足这个必须参数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就是呢,定义了多少个参数就要传递多少个参数 或者说呢,定义了多少个形参 就要传入多少个实参 好,各位同学 那么关于这个关键字参数 我们第二种参数的类型呢 就为大家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